火箭发射升空时推进引擎点燃熊熊火光 发射现场大物弥漫 美国太空科技探索公司SPEX-X 30号在德州进行重型火箭 兴建最新原型机SN-11试飞 在飞行到10公里的高度之后 SN-11便开始降落 进行着陆推进 没想到降落途中监视器却拍下 引擎冒出浓烟的画面 接着画面禁止传出剧烈的爆炸声响 从地面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火箭爆炸之后空中不断地掉落碎片 由于碎片在经过大气层时燃烧起来 留下像是彗星一样的痕迹照亮了夜空 而SPEX-X执行长马斯克 也在爆炸之后立刻在推特上发文 马斯克表示在着陆推进不久后 发生了重大事情 事实上这已经是SPEX-X 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二起爆炸事件 而上一次新建原型机SN-10 同样也是在一开始试飞顺利 不料在降落8分钟之后 竟然炸成一团火球功亏一亏 更早之前的SN-8以及SN-9 试飞也都是以爆炸收场 马斯克为了完成太空大梦 耗费了许多心血在研发新型火箭上 不过这几次的试飞行动都以爆炸终结 究竟马斯克是否能够实现他的好语 在2030年之前让新建登上火星 接着再让人类成功移民火星 全世界都正拭目以待当中 东新闻国际中心总和报导 接着再让人类成功移民火星